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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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贵州大学的硕士生导师 那一听说有一个神奇的玄关洞 他按捺不住了 立刻就带了几个学生探秘来了 一行人迫不及待的 就找到了传授中的玄关洞 就是这个洞藏在深山中 洞口呢 还有许多棺材 老冉呢 一看到这洞啊 就觉得不对劲 这已经发现的玄关洞呢 大多在这个江河旁边的血压上 专家分析 玄关藏它应该是沿水而居民族的西方 而这瑶族玄关洞 它不但地处深山 附近的连溪流的影子都没有 你更别提江河了 那这个玄关洞 它会不会是假的呢 这时呢肯定有观众要问了 说这的确是山洞啊 洞里面它也有棺材啊 那它不就是玄关洞吗 难道这山洞还能造假 哎 洪宇说这个真假呀 它不是指山洞 而是指瑶族的玄关藏的习俗 和洪宇一开始说的这个千年玄关藏俗 它是不是同一个 当然你光凭环境判断这个瑶族玄关洞的真假 那未免也太随意了 老冉呢就接着查看了洞口的棺材 嘿 您还别说 这棺材呢还真有古怪 什么古怪呢 棺材的形状十分特别 要知道 玄关它多是简单的棺材 比如打理寨玄关 它是贵州南部玄关的典型 那的这个玄关呢 那也是简单的长方形 而眼前的玄关 它虽然也是长方形大 却被固定在两个井字框内 更奇怪的是 很多呢还做成了像轿子一样的形状 旁边呢还有两根轿杆 显然这种构造复杂的这个棺材 它并不适合放在狭小的洞穴中 那照这么说的话 哎 这瑶族玄关洞 还真有可能它是假的 可是 老冉呢在棺材上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线索 什么线索呢 棺材上刻了图案 那估计有人要朝红绿扔克起来 发现图案有什么信息啊 已经发现的玄关洞 那也有发现岩画的呀 画的那是玄关民族的日常生活 那这很正常啊 这些啊 可问题就出在这上 瑶族玄关上的图案刻的呢 是给过世者带去的种子啊 牲畜的 奇怪的是 其中呢 竟然有这一代并不盛产的鱼 甚至棺材顶部呢 唯一的木雕装饰 它也是鱼 鱼并非民族的习俗 有鱼那也不足为习 那这么说的话 瑶族玄关的 有可能它是真的 这一会儿假一会儿真 说了红语啊 头都大了 直接去问这当事人不就得了 瑶族人 他就居住在玄关洞附近的 一个叫瑶路的村寨 那当问到这棺木上的鱼时 嘿 这瑶族人自己他就说了 说他们是迁徙到贵州来的 都是从这个江西湖南 进贵州来的 是沿水路来的吗 基本上有水的 大约是什么时候 大约在这个元代这个以前 就慢慢的这个 过到这个贵州这个地方来 元代到现在呢 那也快一千年了 一千年前发生了什么 那现在的瑶族人他也说不清楚 他们唯一能确定的是 瑶族自古以来他就有玄关藏的习俗 迁徙到了贵州以后呢 由于附近他没有合适的洞穴 哎他就找了一个山洞 将这玄关藏这一习俗就传承了下来 玄关呢 他是在那个玄崖上面 他也是把它吊在那里 吊在那里 也是存放在那里 实际上那个 就跟洞藏那个 就我们看的那个洞藏啊 实际上玄关跟他是一个 意识上是一样的 看来啊 这瑶族玄关洞那应该是真的 没泡了 可是 瑶族人能带我们解开千年玄关之谜吗 节目到这儿呢 洪宇呢先离离思路啊 根据已知的信息啊 把三个问题解决了 他就能够解开谜底了 哪三个问题呢 第一 瑶族玄关他为何比达里寨玄关 他多了轿杆和紧字框架 第二 瑶族玄关洞 他虽然不在江边悬崖上 却也在地势陡峭的深山中 一般人他爬都爬不上去 那瑶族人 他是如何把这沉甸甸的棺材送进洞中的呢 第三 瑶族玄关洞内的尸体 他不腐不臭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跟着瑶族人送一次葬 那是不是就能够找到答案呢 送葬呢必须在午夜时分 有几个年轻人抬着棺材呢上山 那面对陡峭的山路 他们会怎样运送没有俯首的棺材呢 原来上山之前呢 他们用竹捏条 把两根的轿杆绑在了棺材两旁 众人抬起轿杆 运送棺材那就很道别了 但这个棺材运到洞中后啊 这个轿杆呢它必须拆下来 那竹杆也被砍掉了 竹杆也被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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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竹杆也被砍掉了 那竹杆也被砍掉了 你回家成定了 砍断竹杆条后 那他们呢就要头也不回的离开 所以呢通常轿杆 它还附着在这个棺材两旁 那直到自行脱落 那个轿杆脱落后 那会不会就和达里寨玄关相像了 还是不像 遥毒玄关 它明显多了两个井字的方架 你再仔细看达里寨的这个玄关 棺杆它竟然是打开的 那肯定有人动过这个玄关 那如果这个玄关 原来它也有井字框架 那在这个光盖打开前 它肯定被拆掉了 所以是这样 你还别说 这洞内呢 真的有一些散落的部分 一个井字形的朽木框 那也隐隐约约的陷漏了原型 原来啊 这个遥毒和达里寨的玄关 都是被井字框固定之后 再送入洞中的 那千年玄关之谜到这呢 还是没解过 有考古学家呢 为揭开米底呢 也做了很多实验 说不定呢 其中还真有米底呢 实验一 用机械提升的方法 调动棺材 这样呢 似乎很难将这个棺材 平稳的放入 实验二 有人先爬到山顶 抛下绳子 下面的人呢 用绳子拴横棺材 那山顶的人呢 开始往上拽绳子 当棺材被调到 于崖洞水平的位置 先行等在洞穴里的人 再将这棺材 拖进崖洞 放好 要洪宇说呀 实验二 那最有可能是千年玄关之谜的秘密 怎么说呢 玄关造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了 当时呢 应该没有机械 能够把重物提到一百米高 而人力拉动的方法呢 那虽然很危险 但技术难度不大 不过呢 这就是洪宇的猜想 是否是事实 那还需要进一步的取证 好了 三个问题呢 还剩最后一个 那为什么 瑶族玄关洞内的尸体 不符也不臭呢 这个洞穴 它有什么奥秘吗 瑶族玄关洞内的尸体 为何不符不臭 是尸体经过特殊处理 还是洞穴藏有惊天秘密 传说中巨蟒守护的洞穴深处 究竟有什么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呢我们说到 放入瑶族玄关洞的尸体不符也不臭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有人肯定要说了 说尸体腐不符臭不臭 你打开棺材一看 那不就知道了吗 哎这话呢说的轻巧 还真做不到 玄关洞那刻是瑶族人心中的圣地 连触碰棺材它都不被允许 更何况打开 那老人起人呢 为解开玄关洞尸体不符之谜 他又来到了玄关洞 这时呢有学生说了 说会不会这个尸体放进去久了 味道它早就散了 那瑶族人误以为尸体不符不臭 一定有人过世吧 在我们去瑶族之前呢 在可能在三个月内有 有多少人过世呢 有两个吧 两个人过世 都抬到那个洞去 如果洞内放着过世不到三个月的尸体 那在细菌的作用下呢 蛋白质腐败释放的这个气味那肯定还在 可是老染和学生他就站在棺材旁 丝毫没有闻到什么臭味 难道洞内的尸体真的不符 尸体不符 那的确存在 洪宇呢在以前的节目呢也说过很多 大多呀它是因为这尸体呢经过了处理 所以瑶族人会不会也对尸体做了处理呢 就有没有给老人服什么中药啊 要擦身啊有这样的遗事吗 洗嘛 洗洗以后要洗它 洗它干净 把新衣服给它穿 穿好 在那个木头里面 洗的时候只用清水吗 用什么 清水 只用清水 你那脚面的 没有脚 没有 只用清水 没有药什么的东西 没有 如果尸体没有经过处理 真的是玄关洞 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洞口底层的这个棺材呢 因年代久远损坏了 那从裂缝中呢 可以看到里面的鞋袜衣服呢 就像刚刚放进去了一样 说难道里面的尸体也没腐烂吗 腐烂那是细菌的作用 而细菌的滋生 它与温度湿度等都有关 老软的推测 说会不会是洞内的温湿度 它比较特殊 细菌它无法滋生呢 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那个 我们感觉到那个洞穴风很大 因为那是一个穿洞 所以它那个空气啊 在那里是快速扭动的 快速扭动的话 它就 湿度就低了 老软带着学生 沿着洞穴外部呢 走到深处 哎 竟然真的发现了出口 老软呢就高兴坏了 这玄关洞它果然是个穿洞 穿塘风把这水汽带走了 那洞内湿度小 细菌它自然就无法滋生 是这样吗 一方万一 老软的决定 再到洞中去一探究竟 刚步入洞中啊 您看怎么着 和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洞内非常潮湿 洞顶渗下来的水 直接滴落在棺材上 那这样的温度和湿度 无论如何 它都不会影响细菌死生 那尸体不服 它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难道洞穴深处 它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呢 老软呢接着往里走 突然 它看到一个倒塌的棺材 棺杆呢已经掉落 那只要走近一点 就能够找到它 老软呢迫不及待的就走了过去 却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里面是一具白骨 老软所谓的洞中不服 只是传说 之前呢在洞口看到的 完整的鞋袜衣服里头 或许呢也是这样的 但起人在洞中呢 的确没有闻到什么味 一个胆大的学生呢 还趴到一口 刚放进来不久的棺材上去闻 那按他说呢 那也没什么味 刚放进来不久的尸体 照理说呢已经开始服劳了 那怎么会一点气味都没有呢 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老软灵机一动 想起自己无意间看到过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洞口 一个新棺材下面的竹面条上 有这蚂蚁从地下钻出来 沿着这棺材呢一路就爬向里面 那这些蚂蚁到棺材这边去做什么呢 老软呢把这蚂蚁的行为就拍了下来 发给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昆虫学家陈丽 蚂蚁在这个木条上往返奔跑啊 多半都是它在食物园和巢穴之间 那么因为是在不停的搬运食物 当然老软拍到的这些蚂蚁来来回回 它都是空着手的 它并不像是在搬运食物 怎么回事呢 那有一些呢它是就地取食 取食了以后 然后再回到巢穴里面 再侍卫比如说幼虫啊 还有蚁后啊这种 蚂蚁到棺材里面是去取食吗 那如果是 这些蚂蚁会吃肉 吃肉的蚂蚁呢 目前只在非洲被发现 但是专家也说了 说很多的杂食性的昆虫 它什么蚂蚁啊甲虫啊 它都会吃腐肉 玄关洞内没有气味 白骨也十分干净 那这会是蚂蚁所为吗 专家说呀的确有可能 但我们呢无法看到棺材里面的情景 可能性你再大 那也只是猜测 这一次玄关洞探秘呢 虽然没有解开这尸体不臭之谜 但至少呢它找到了一些 关于玄关的证据 这些证据呢 说不定会成为 解开千年玄关之谜的关键呢 那这么一想 老冉呢他也没什么遗憾了 不过呀 他又听说在茂兰保护区 还有一个传奇的山洞 叫衙门洞 里面有棺材啊 他又在那个洞里面去 就得了一罐金子 如果盖是里面 一不干就怕啊 有些人传闻呢 比如洞里边有大马啊 洞里边有妖魔啊 刚好呢 老冉探完这玄关洞 他还不得劲呢 啊就带着学生们 他就来到了神乎其神的 衙门洞 让老冉想不到的是 这一次探洞啊 差点让他们全军覆没 有去无回 难不成 他们遇上了传说中的巨蟒妖魔 您接着往下看就知道了 老冉呢带着学生们来到了衙门洞 只是想做一次简单的洞穴生物考察 我开始还是有点不简单的 但毕竟我是学生生物的 我知道妖魔不可能 但是有些生物可能还是有可能的 最开始还是在洞口 靠近有光 我刚刚没有光的这地方呢 做一些这个洞穴生物的调查 老冉在洞口处呢 就发现了一只很小的蜗牛 当他给这蜗牛拍照的时候 突然镜头里面一个黑东西 向他手边就挪了过来 差一点就搭在了他的手上 老冉呢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呀 镜头中的神秘黑影是什么 传说中的巨蟒真的存在吗 这一次洞穴探秘差点全军覆没 究竟发生了什么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街说到 老冉呢带着学生到衙门洞考察洞穴生物 当老冉拿着照相机拍照时 镜头中呢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黑东西 黑东西呢长长的像一根结实的毛发 这是什么呢 老冉呢连忙就拿着相机 是一只像踩着高鞘一样的黑蜘蛛 黑蜘蛛呢只有黄度大小 但加上长腿啊比巴掌还大 镜头中结实的毛发那就是黑蜘蛛的长须 那个是蜘蛛 蜘蛛呢实际上它是洞外生物 那我们说的 为什么在洞穴里面看到那么多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是属于偶然进洞的 几人一到洞口 他就发现了极为少见的蜘蛛 那洞里面你说 会不会有更多神奇的生物呢 老冉呢一高兴 他就忘记了传说中的巨蟒妖魔 迫不及待的进了洞 洞内很黑 只能借助手电光看清里面的情况 四周呢是奇形怪状的岩石 石壁上呢很潮湿 到处都是昆虫 有学生呢无意间呢就照了照洞顶 却发现了神奇的一物 洞顶闪闪发亮 好像呢铺满了钻石 这些钻石是什么呢 一个男生他就爬到洞顶一摸 嗨原来是水滴 钻石什么的那只是浮云 隐形人的满怀西带走向了黑暗更深 那他们不知道的是迎接他们不再是奇观 而是传说中的巨蟒 满怀警司是最喜欢的东西 就最喜欢的东西里面 就差不多整个一个夏天热的时候 都可以他都猫在东西里面 传说中手动的大蟒 原来是百花锦蛇 这种蛇呀体型很大 最长的又两米 手臂粗细 你说这巨蟒那也不为过 幸运的是这条蛇呢眼睛发白 它是在褪皮 那么老染的一行人呢轻轻绕过了蛇 在不远的地方呢就发现了一个神洞 大蛇守护的神洞它会是什么呢 一行人就沿着一道贴地的缝隙 就钻进了黑暗的神洞 越往里边走动物的个体越来越小了 出脚越来越长了 我们看到那个班兆马 他的一个处心脑在那里晃啊晃 他因为他看不到 那个影 他已经退化了嘛 他就靠那个晃动的过程中 来感受声音 气味 这都是靠那个出脚的感受的 越是与世隔绝的地方 发现新物种的可能性就越大 几人呢都睁大了眼睛 兴奋地探索这个神奇的洞穴 然而还没等他们找到新的物种 就先遇上了与传说相近的 另一样东西 是尸骨 有个人家发生了一群那个尸骨 当然它那个是已经很长时间了 已经是几十年了 那个尸骨 已经都熟了 当年人觉得毕竟有尸骨 还是有点神秘了 传说洞内有棺材 结果呢棺材没找到 找到了尸骨 洞穴深处 那会不会有更多的尸骨呢 还有 那这一具尸骨是谁呢 它为什么会死在衙门洞的深处呢 然而这一具尸骨并没有引起老染的注意 他带着学生绕过了尸骨 走向了更深处 丝毫没有意识到 危险就要降临 老染呢又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景象 那手电照亮的地方出现了一丝丝闪闪发亮的光影 像水帘 对对对它再往前伸得很长 然后一截一截突然变长了 生气真的生气 它这个体型比较奇怪 在这方面就是有些很多的神秘性嘛 眼前这个闪闪发亮的丝帘它的确神秘 几根间距相同的粘丝挂在一条横丝上 横丝上呢盘踞着一个线头一样细小的透明虫子 老染呢曾听人说 国外有类似的洞穴生物叫做发光虫 发光虫呢现在研究这个发光虫的人很少 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没有真正的人对它作为很深的研究 实际上呢它也不是属于高等动物 它应该是属于就很低等的一动物 发光虫它为什么会在黑暗中织救这些丝帘呢 丝帘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在几人疑惑不已的时候呢 一只飞虫落在了丝帘上 卧在横丝上的透明虫 它立刻就开始动了 它奋力的向这个飞虫移动 那它要干什么呢 看到没有 好神奇啊 你看它拉上去了 它把丝拉上来 对对 它把丝拉上来 把那个蚊子马上就要吃掉 你看啊 这个蚊子不是蚊子 那是什么蚊子吗 这个蚊子是一个小蚊子 太好了 得了 得了 马上到最上了 得了 吃掉了 但这个动物呢 又很有意思是什么呢 它又很有智能 你看看 它会知道 什么哪一根丝 它放了那么多根丝啊 哪根丝上掉了虫子 它弄不了眼 它会感觉得到 它会知道 它就过去 它总不会弄错 总就把那根丝拽起来 把那个蚊子拽过来吃掉 它不是吃 直接吃的 实际上就是消化液 它让这个小虫子 身体内部的那些 那些有机子啊 自己消化掉 消化成一种 液态的 异状的一种 它再把它 歇过来 这个吃掉 老染一行人看呆了 毕竟只有在衙门洞 这种人际罕至的地方 才能看到如此 其乐的生命景观 几人呢 兴奋的就观察完 发光重复式的全过程 才感觉到了自己 他也饿得不行 他准备远路返回 终于 他们察觉到了自己 已经陷入了困境 等我走到那个大厅 我找不到出错 在那种情况下 越是慌越没办法 我开始我也比较紧张 我就找 顺着那个 我想走在洞壁上面 我就找转一趟 一转了一会儿 就转回云地了 那我就慌了 我才会走后 他们依稀记得 进来的洞口特别小 好像一个缝隙 那几人按照这个模糊的概念 就找了起来 结果呢发现 穿过一个洞 他又是另外一个洞 完全找不到方向 老冉的慌了 想打电话 你说这洞里面哪有信号啊 想呼救 谁会没事跑到深山里 又恰好听到呼救呢 几人的漫无目的的 不知找了多长时间 他们又冷又饿 再找下去 他势必是无济于事 那雪上加霜的是 他们唯一能借住的手电筒 他也快没电了 老冉呢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当时那个电筒 越来越暗 越来越暗 后来还是找不到 找不到 我想 休息 我就躺在里面 躺 躺 就是完全放松 关闭手电 强暴自己躺在地上放松 再放松 再放松 以往探动遇险的情景 却不断浮现在 之前看到的那句尸骨 也让老冉在黑暗中打个冷战 那句说 会不会也是在洞穴里面 淋漠结过死 这并不是老冉第一次运行 但这一次他还带着几名学生 学生们就竟竟然过来 周围呢一片死寂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老冉感到有什么东西在他的眼前晃动 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时候就好像有第六感 歪一样的 实际上是真正的你的听觉 你的嗅觉 还有你的感觉 真的能够感觉 就是那个灵敏度也高得多了 是风 有风就会有处处 顺着风的方向就能够找到出口 这一细微的感觉呢 让老冉是微致一致 这可是救命的风 他立刻就坐了起来 感受风的方向 从左面来的风 你是左面感觉得到 右面他感觉不到嘛 那你风的方向就很清楚了 老冉他根据自己知道的洞穴知识 和洞内风的方向 谨慎分析动头 随上就在图禁 就以为老冉 从来就爬着 出来反正是吹一声冷汗 据老冉回忆 他们出来以后啊 学生们笑的呀 就好像打娘胎里面出来 从没笑过一样 可想而知 他们在洞内看着镇定 其实心里面都快崩溃了 那洪玉想啊 经过这一次大难不死 他们以后再探洞的时候 哪怕那个洞 他已经去过七八十回了 他们应该也会多留个心眼 每到关键点 他都放好路标 以保证安全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下期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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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